诶,爆些新闻给你听 大陆有一个从东北来澳洲的旅游团 一到达澳洲之后,全部都跑了,一个都找不出来 正式是跑得快到好世界,剩下一个领队在忙穿抽水都不见人 喂,真是聪明,坐飞机走路,好过那些人过山过水,冒着生命危险去走线 当然了,这种叫旅行式走路 以往的,拿澳洲的签证就比较容易一些 但是最近入境了澳洲之后不走的人太多了 所以澳洲入境处对哪一个国家的人想申请来澳洲玩 但签证就严格了很多了,第一,要看你银行存款有差不多 第二,你有物业、家庭成员全部都还在中国 只得你一个人出来旅游而已 这一类人批出来旅游的机会就大很多了 我在网上收到这样的消息 这帮东北来的旅行团听说有30人那么多 说全部都要申请政治庇护 喂,有没有这么巧啊,整团人都说要申请政治庇护 我想说不定他们在大陆已经全部沟通了 去到澳洲就一起申请政治庇护 最初中国大陆刚刚开放的时候,想申请出去旅游是非常艰难的 在八九十年代不但签证很难拿到,就算护照也不容易给你 那时候想出来一定要加入旅游团 个人是不允许什么自由行的 但是到了二千年之后,中国大陆加入了世贸组织 那么世界很多发达国家都开放对中国的自由行 现在不同了,因为大陆的不明肺炎又惹开了 那么很多国家就不会这么容易批大陆的人入境了 另外大陆那边很怕人出了国不走回头 所以说机会不是整个都有的 是啊,在九十年代大陆有个艺术团去美国演出 他们就是智水威虎山剧组的 大家都知道这部戏是文革时期八个样板戏之一 结果去到美国,整个团都跳机 你们的意思就是说几十年前大陆的人借头借路出国演出就跳机了 现在几十年后,又是历史重演 不过他们就借旅游出境跳机 嘿,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搞到一败途地 那些人如果再不走就肯定后悔了 正式是苏州过后没有艇达了 上海的购物中心,一间二间都关门 有新闻就说大陆的商铺倒闭 还严重啊,楼价跌,铺租又贵 那些人又不出来消费了,那当然是倒闭了 很多公司的银根典缺,根本上就没有钱策略给伙计 上海的快递、外卖、保安都发不出工资 所以就没有人去做了 还有,广东省大量的工厂倒闭,根本上没有公开 没有公开,那些人就不会出街消费了 那那些店铺就是局限,想不倒闭也挺难 所以有人说大陆可能会回到文革年代 如果是这样就真是麻烦了 如果真的回到文革年代 大陆那些年轻人,岂不是要重新偷渡香港 现在偷渡去香港有鬼用吗? 香港不就是大陆 如果以前在香港,黎智英洗鬼就去坐牢吗? 这个正是冤案来的嘛 哎,说起黎智英,她为我们香港付出就大了 虽然我们就不可以去监狱探黎智英 我觉得作为我们每一个香港人 都要经常用精神去支持她 我觉得是一种能量来的 就算她在监狱里面都会接收到这些信息的嘛 香港九七后,邓小平就和英国的戴卓尔夫人定下了《香港基本法》 而黎智英为了维持这个《基本法》 不断捐款给公民党和社民团 在2009年,只是捐给天主教的陈日君已经是二千多万 还未算其他的政党,他一样有捐款给他们 目的就是想维护香港的《基本法》 现在香港特区政府判他的罪 说他捐款的目的是想幕后操控香港的政治 大陆现在说什么都可以 当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嘛 邓小平宣布香港五十年不变 舞照跳,马照跑 还说明香港的一国两制 绝对不可以被任何人去改动 既然现在大陆要判黎智英有罪 他就先判邓小平有罪 因为邓小平说了,香港的《基本法》绝对不可被人移动 黎智英只不过是跟着邓小平的方针去维护香港的《基本法》 何来有罪呢? 所以有网民就说了 现在的香港搞得体无原夫,犯罪的是习近平 和港共因为他们违背了当年邓小平签论的《国际法》 现在大陆政府用《国安法》就是否定了以前的《香港基本法》 你有胆就将邓小平挖出来辨尸 如果大陆不敢这样做,他就立刻要释放黎智英 说开又说吧,据我所知 黎智英在香港有这样的成就都不简单 黎智英1947年在广州出生 两年后他的爸爸就逃亡到香港 他妈妈就被人抓去勞改 哎,好惨啊,他八、九岁的时候就要出去打工 养自己还不算了,还要养她姐姐和妹妹 有一次他在火车站帮人搬行李的时候 那个客人是从香港来的 跟他搬完行李之后,那个客人没有给到个提示 就给了一粒朱古力给他 他吃完之后,哇,这个世界又这么好吃的东西 好想去香港啊 所以到了1960年,他当时只有12岁 就偷渡去到香港,身上只有一元鸡 一去到香港,当时还没有身份 就先在新水埗做黑工 每个月的工资是60元港元 他就将30元寄回广州的家 后来又去到红磡的一个工厂做小职员 做了销售经理 我看报道啊,说黎智英很有上进心的 他一边做工一边读书,他发誓一定要自己闯出一片天 他在1981年,他在香港和大陆开办了佐丹奴零售连锁店 后来生意就越做越大 他最出名的就是在1989年六四期间 他印了很多T恤 上面都写有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 他还在香港买到很多横幅和旗 写着支持民主运动的内容送到中国大陆去 就在这段时间,黎智英就认识了香港民主党的元老李柱明 在90年代,黎智英就发表了一段公开讲话 他就是批评了李鹏在六四事件里面是一个势子手 好,这封公开信尖锐地得罪了中国总理李鹏 于是黎智英在中国的佐丹奴所有商铺和公司注册全部被取消 就迫着黎智英将手上所有佐丹奴的股份以最低价卖出 所以黎智英就集中精烈,发展一周刊和《苹果日报》 后例你知道的,中国大陆镇压了六四运动之后 黎智英就在第二年,1990年就创办了《一周刊》 到了1995年就创办《苹果日报》 在六四之后,他就一直专注和投资在媒体方面 他的根据就是,媒体不单只可以传播信息,还可以传播自由 黎智英创办的《苹果日报》非常成功的 他可以日发行量超过七十万份 他当时的身家已经超过五亿美金了 我记得有一次好像采访过黎智英的 他就说,无论做什么事,他都很有信心的,一定要做得到的 他偷渡到香港的时候,身家、性命、财产只有一元 但最后可以变成有五亿美金,那就真是认真厉害了 黎智英做生意还很有软件 他在2001年就将《壹传媒》的生意抗展到台湾 在2003年就在台湾成立了《苹果日报》 到了2019年,整个香港出现了《反送中》运动 我最佩服黎智英的就是 他不单止整个大型媒体全力支持香港人的《反送中》 他自己还亲自参与所有的集会、游行 他当时已经69岁了,还亲力亲为,站在最前面 有记者问他,如果这个《反送中》运动最后失败怎么办 他就说,孔夫子曾经说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就是要这样做 现在大陆就是想杀鸡警口 他将黎智英开刀,主要就是怕香港人造反 就用不择手段来打压黎智英 在全世界差不多,全部民主国家都声援黎智英 要香港政府立即释放黎智英 其实黎智英,他不用受牢獄之苦 他早就能出国,但他曾经说过 要为香港的民主自由坚持下去 没错了,按照他的业务发展 他完全可以将他的总部迁到台湾去 继续做他的媒体生意 但黎智英说过,我在什么情况下 都绝对不离开香港 绝对不会逃亡 我已经72岁了 能够为香港牺牲,这是我的荣耀 你们都记得了,2020年 香港政府捉了黎智英和所有苹果高层的人物 但当时苹果日报还未关闭 他的股票当时是百分前一股 所有香港人翌日就立即去买他的股票 一直升了十四倍,由百分前升到一元一 是啊,当时黎智英立即公开对香港市民说 你们不要再买我的股票了 真正来说是没那么高的 还有啊,黎智英的苹果日报一出来的时候 平时每日是出七万份 谁知道后来印到每日五十五万份 有一个市民对记者说 就算苹果日报第二日出的报纸 一个字都没有,只是一张白纸 我都去买 你谁知道当时的视频都拍出来 那些香港市民说 就算一张白纸,香港人都会买断它 我记得在2019年黎智英 黎智英就去到美国和彭斯会面 商量香港民主自由的将来 那大陆那边就兴趣了 那倒是呀,大陆想一手遮天 又不去宰割 不想让外人知道嘛 黎智英在国际上很多民主人士支持她 这次这个开庭在香港也有几百人去到现场旁听支持黎智英 最令人感动的就是 九十多岁的红衣大主教陈日军 都亲自去到现场 他撑着拐掌一步一步的行入法庭 希望用自己的行为来支持黎智英 唐人家粤语见闻 黎智英是香港人的骄傲 节目是由以文、李正、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 请点赞和订阅 多谢大家的支持